比赛才开始没多久 加勤司机先持得点 进球瞬间还开心的跳了起来 这是世界杯足球赛 在莫斯科揭幕后的首场比赛 游地组俄罗斯对战 沙乌蒂阿拉伯 俄罗斯猛将加勤司机 切里谢夫等四位球员先后建功 切里谢夫还二度破网 中场俄罗斯以5比0大胜 沙乌蒂阿拉伯夺下士族首胜 不过透过电视转播 往往观众会一个闪神 就错失了进球瞬间 为了弥补这项遗憾 士族结合科技 推出360度临死角观赛服务 无论球员左踢右顶 都能净收观众眼底 科技入赛事的 还有影像裁判助理技术 VAR 这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 引用VAR 用机器来辅助人工判决 不少人认为 透过这项创新做法 能够减少争议 但也有人对这项技术 持反对的态度 他们认为 重播进球画面 会打乱比赛节奏 甚至更加混淆判决结果 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发生 士族淘汰赛阶段 球场上配置多达37台VAR 来捕捉赛矿 尽管目前未能做到 尽善尽美 不过随着科技进步 让球迷在家也能胜利其境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 段友如整理报道